作曲 李宗盛 若能独占, 誰要責於兩邊 否則這樣有趣, 命理怎麼抗拒 無能操縱輕碎, 便藏身於人對 不需要畏懼, 不要有顧慮 無無大自方是有罪 八十年代的香港正處於黃金的年代 百業興旺, 經濟起飛 人人對前景充滿希望 有很多人會覺得 只要賺到一億就會很滿足 各位, 商業銀行收購刑木集團 名下的西木酒店簽約儀式 正式開始, 我們有請上業銀行主席 沈穆泰先生 和盈牧集團的主席榮沐豐先生 據我說, 就算給我賺到幾十億 可能還未達到我的目標 你說, 如果讓我永遠都可以操控到 那或者我會有些感覺 剛才做了一宗大生意 財經記者還在到處找你 他們無論如何都猜不到 你躲在這裡放鬥 我很擔心 擔心什麼? 你們這麼辛苦才買了西木酒店回來 現在轉頭又說要賣出去 你老實點跟我說 是不是公司的銀行有問題? 沒問題 對了, 有魚 好大條魚, 很厲害 原來是賈賴嗎? 老公你這麼聰明 賈賴也可以釣到魚 真真假假並不重要 最重要是有技巧 通海也是盲頭烏鷹, 怨者尚尿 那倒是 那就是魚自己笨, 牠餵食 牠餵食 牠餵食, 你哪有得吃呢? 很累嗎?我抱你進去休息一下 不用了 醫生說每天要幫你按摩兩次小腿 你雙腳才不會肌肉萎縮 我才有力行 好嗎? 1981年7月17日 代表著香港經濟的恆生指數 升至1810點的歷史性新高 股市已經達到雞犬皆升的局面 一眾散戶股民 人人沉醉於指聲不跌的股市裡面 過著魚翅撈飯, 燕窩做宵夜 沒有股票分不著的日子 燕窩, 十八個八, 三萬股 燕窩集團, 擺日十八個八 展任陽光, 擺日十八個八 燕窩做牌, 向英思融辦 益收建西洋酒店 轉手真棒, 賺了十億元 燕窩集團真的懂得掩石神金 豈不是說有燕窩就沒有窮人 不確實是燕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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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時代賣出五個三 永高龍賣出八個九 怎樣?找到姐妹嗎 拆暈光也不見人 看來她真的想走數 這傢伙很微好, 想不到白頭片 怎樣? 她說我們開張光顧到現在 始至幾十馬上落 我才被她握手指 這次真是失策 為了搶生意, 每間行業都是這樣做的 她又跌了這麼多 輸了一百萬 就去美副買四個單位了 如果真的要幫她填窩 豈不是洩刀入獄? 好, 馬上斬倉 先指去 跟手打給對街貨標行 叫她通過三天才找到 知道了 Steve, 這麼大件事 不如打給老闆吧 你和老闆感情這麼好 如果她肯泡水, 一定能救命 我先出去放那些貨 我先拿 我知道, 是我疏忽上了的客人 但這次你真的要幫我 要不然股便行, 真是受不了 你現在想辦法搞定你 什麼? 什麼? 喂? 那些貨物都放了 怎麼樣?打給老闆嗎?怎麼說? 他先收了我的事 怎麼會這樣? 三天之後就要找數, 會死定了 阿全夫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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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老闆留言, 九龍燈三天八元 九龍燈是什麼價位? 兩元 九龍燈三天會升到八元? 馬上把公司所有流動現金 買到這個股頭 所有? 你們是老闆給我們的 不會死出癢 行, 盡數 他始終都支持我 大師, 今早的刑目 一開始就這樣升 幸好我不收拾 少少地入了兩手 最糟糕, 媽媽早就抓我回來看店 我想發個卵入貨也趕不及 走走保 想去買股票, 找我嘛 阿福, 照舊, 收藥錦州 謝謝 你想買螢幕股票, 開他發就行了 這麼近黃廟都不投資好籤 我是螢幕的高層, 很多好消息 跟著我買, 你一定贏 你會有好東西給予人嗎? 我不信你了 我要問了, 我也問古臣, 傻子 誰是古臣?前進?我屁 他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他是古臣嗎?他是溫臣 俊哥 古臣, 最近有什麼好介紹? 別亂拿提示, 小心吃生藥 你那種, 生藥 要買這包, 先上下公司 記住帳單寫大五個稅 你看看他, 多壞 買少許東西都過河濕腳 你找我什麼事? 我沒有, 小師姐叫我買鱈魚熬湯 阿福, 快點收拾鱈魚肉 給阿俊和俊哥 來… 阿俊哥, 最近有什麼好估計? 你膽大膽, 香菇走開, 你真是炒股 一…一場老死 不是, 我開到聲音你都不幫我吧 阿俊哥, 我求求你了 對了, 阿細細細說你聽聽 你不要告訴人 九龍燈三天之內升了百元 真的嗎? 到假好放了, 別這麼貪心 好… 阿俊 阿俊 你來就對了 我知道, 你等著鱈魚熬湯給珍珍喝 我買了, 看看夠不夠 行了…其實今天如果你不上來 我打算打電話給你了 幹什麼?珍珍的情緒又差了? 其實你知不知道珍珍發生什麼事 會搞到抑鬱 你一向跟我最好談的 如果你知道什麼事 你不妨告訴我吧 我只是想想想, 不太清楚 你放心吧, 碎太太 我今天帶了一份禮物來 我相信可以鼓勵珍珍的 是就好了 阿俊 阿俊 珍珍 別管你 為什麼這個世界要這麼對話 珍珍 珍珍 珍珍回來了 珍珍是寶寶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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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怎麼樣?她怎麼會自殺? 剛才我在電話說得不清楚 珍珍她有抑鬱症 醫生給她開了藥, 她多吃了 嚇死我 她現在怎麼樣? 醫生幫她打了鎮症劑 睡了, 你進去看看她 阿俊 表妹, 為什麼? 你以前窮的時候 那個人反而更開心更正面 你現在有錢了 這麼年輕, 做了上市公司董事 阿姨和表妹又不用你擔心 你反而有抑鬱症 她加入了一段不應該加入的關係 喜歡了一個不值得喜歡的人 九龍燈, 買入六角三 泰南神業 第一碗 九龍燈, 買入六角三 今天因為是第三天 這次肯定會到 這次一定會真輸 我們全拿回來吃肥仔水 九龍燈, 買入六角四 九龍燈, 買入七元 你現在吃飯了 吃飯了 吃完飯, 再吃飯了 吃完飯回來, 再吃飯了 到…到六百元 我們一定大把錢人腳 吃飯了 九龍燈, 買出六角三 你怎麼會這樣? 不用擔心 我可能去回一回 放心… 九龍燈, 買出六個一 九龍燈, 買出六分 九龍燈, 買出五個九 九龍燈, 買出五個七 突然怎麼這麼多? 志強, 替我查一下九龍燈 誰在這裡放火 九龍燈, 買出五個六 暫時只知道有幾間在一起放火 一百萬火, 百萬火放火 替我東說, 掛五個三 孤九龍得盡孤, 快 知道 好, 月老山天夫 收到 大聲一點, 信收到十八 是 大聲一點, 怎麼辦? 剛剛收市, 貨品終於估了 平均價是過兒 謝謝 為甚麼會這樣? 為甚麼會這樣? 一天又是你說 實施說會升到八塊 為甚麼升到七塊的時候 它會掉下去 我們三個多買入 現在每個人都輸身家了 我…我還穿了店 十幾萬來賣股票 如果被媽媽知道, 我會死定 Steve, 查到了 那幾間行派的貨 全部都是榮木銅的 你說一次 全部貨都是榮木銅的 是我? 慈山 榮木銅呢?我去見她 榮山在做事 我馬上去見她 不行, 你要等我通知 你走開 慈山 你走開 你什麼新鮮蘿蔔屁 你不要去做很久了 但是繼續, 要不然我叫保安 你讓我閉嘴 今天無論如何 我一定要見到榮木銅 看不到的話, 我反轉這裡 進來自談 你現在算怎樣? 給我的股票是你 折低股價的也是你 說了八元才放的 七元還沒到你去扔貨 我因為相信你 連公司的投動資金都沒有了 你敢來耍我? 你連興奪了錢? 你第一天玩股票嗎? 輸了一塊爛 你怎麼托高的股價我早就知道 我還沒有, 但是我沒想過你連我也利用 等股票吹一個瓣挖子的時候 你大手放火, 你大殘一筆 難道我就這麼天真 以為你這麼好死肯幫我 原來你利用我放假消息? 這些是你不夠聰明的 你不能怪我 是我初上載的客戶 但是這次你真是要幫我 如果不是股票行, 真是忍不住 我打搬給你開股票行 早就說好了要自負盈虧 你現在虧了錢, 找我來填數 你自己想辦法搞定它 老闆, 我跟你們指示 在市場上慢慢吸貨 九龍燈我們已經收了三千多萬貨 貨都乾了, 歸去哪裡了? 那貨現在是什麼價位? 價位沒什麼上落, 還是兩元 留言三三八八記住 老闆叫, 九龍燈三日八元 老闆, 你想把貨炒到上百元嗎? 我不是人頭做事 我要三天內九龍燈見百元 明早一開始 把我之前分配給你們的九龍燈股票 叫你們的出市代表折貨 分批炒高它 我會叫報紙的財經版配合 一起唱好這隻股票 老闆, 我要三天三天炒到上百元 八元 老闆, 老闆, 那隻九龍燈 跟計劃上到六個二了 街上有很多傻子搶著買 我相信很快就會到百元 叫人頭做事, 慢慢分批放出去 賭了七元, 一次過把貨都扔出去 七元?老闆之前說八元 還沒賭價就放嗎? 錢是賺不盡的 到了百元走路風升, 不然就放不完 是嗎? 股場和賭場等於賭博一樣 要遠賭服輸, 怎麼可以輸打贏要? 如果這一場是一場公平的賭博 就算我輸了, 我心甘命低 但是現在你騙我 你害得我身邊的人全部輸錢 你有我的誠信, 你有我的信譽 去騙我身邊的人 你乖了我 那群人自己不用負責 那群盲頭烏鷹, 自己蠢貪心 只懂得問人拿內幕貼士 越是內幕貼士, 越躺身去買 網上一招發達 他們不用腦, 這麼易信人 就算輸身家也是自己拿來的 我…我是你兄弟 你不可以恨我於不義 你現在, 兄弟 讓我教醒你什麼叫古海生存之道 玩股票從來沒有對錯, 只有贏輸 要贏就要錄親不認 更加不能輕易信人 你之前信錯了客戶, 弄到股票行 揹了一個百萬數 你犯了這麼低急的錯誤 我怎麼會用自己的錢幫你填數 我現在只需要用一點財計 賺夠錢幫你掛回那條數 你居然來偷偷我? 我… 你跟蹤我這麼久 還沒學會怎樣做生意 怎樣做人 你再不改一下你的性格 根本不懂得留在股場賺食 賭場無父子, 股場無兄弟 以我和你的交情 我不會見死不救 你在九龍登輸了多少 再加上百多萬佳數 我全部還給你 二百五十萬夠了嗎? 現在不是就是我輸錢這麼簡單 那些修人街坊呢? 我怎麼面對他們? 都說股票是對賭的遊戲 其他人不少我們怎麼會有錢贏 散戶一向是大貿易點心 他們就當我買個教訓吧 今天你就當我好好上了一課 這些學費 還給你 你煩就是這樣 你要我對你的感情 你要我對你的信任 都像我棋子一樣, 任你擺佈 對貞貞你也是這樣 你知道嗎? 他為了你差點自殺 現在還在醫院, 你過不過意去? 他在醫院? 誰進了醫院? 貞貞他進了醫院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突然進了醫院? 他有沒有事? 他沒事, 他很快出院了 你放心 老公, 水小姐平時這麼幫得來 我們可不可以去醫院看看他? 行了 osed 收拾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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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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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姑發生了什麼事? 為何會這樣? 舌老婆呢 知道太子在村圍櫃地栽 對, 賊賊賊賊賊賊 這麼驚喜上來就不斷把太子打 不知道是不是太驚喜了 打一打一打, 中風淚低了 每天最傷是因為你 不然你殺人實斥, 我百元消防 我六元放了, 我不用輸這麼多錢 媽媽就不會弄成這樣 對不起, 我不想的 你是誰的跟車? 你走啊 整個西環的街坊都被你害到雞毛鴨血 害日正, 你走啊 走吧… 別阻礙你 你終於出現了? 你還不歡迎你? 賤俊 錢先生, 你也來了嗎? 是呀, 剛剛到的 我剛剛在周圍看過 公家醫院的環境始終是差一點的 不如就去私家醫院吧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有心嗎? 我知道你們對我好 但真的不需要 錢你不需要想的 你是公司的職員 所有的支出公司會給的 真的不用了 老公, 你幫忙勸一下瑞帥姐 珍珍都說不用了, 不要勉強別人 那好吧, 既然你這麼堅持就算了 如果真的有什麼需要的話 記得要跟我們說 對了, 珍珍 既然老闆娘都開口了 有什麼事就說清楚她 就是了 我真的沒什麼需要 公司的事都已經交代了 我沒有什麼要說 也人, 我們不要再靜靜地休息 我們先回去吧 那好吧, 你好好休息一下 我們又再來 我先走了 為什麼你不三口六面說清楚 你跟榮木彤的關係 說清楚就能夠做一個了斷 不用在這裡偷偷摸摸 不用擔心這麼辛苦 你應該逼榮木彤做一個決定的 你不要胡說 好, 我什麼時候說覺得她有關係 你請假那天 你跟榮木彤跟她說的話 我全都聽到了 我的事, 你不要管了 我怎麼可以不管 你知道我多擔心你出事嗎? 如果我榮木彤 好人好姐的單身男人 你選他我真的沒話可說 但她未婚妻已經回來, 還結婚了 如果這樣你也不可以忘記她的話 你就逼她說清楚選誰 沒有最後現在敢被她騙 她沒有騙我 我沒有騙你, 她一腳踏兩船 她早就跟我說得很清楚 她等著她未婚妻回來 她現在回來, 她選她也很正常 她是一個手承諾的男人 她是一個講口詞的男人 她沒有一腳踏兩船 到這個時候你還要幫她說話嗎? 你很傻 是呀, 我是傻 因為我抽不到真 我不會怪她 我不想破壞別人, 你明白嗎? 我知道, 你不要這樣 我知道你現在很痛苦的 如果你拆不住他們的話, 你放手 我知道… 但我做不到 你讓我幫你 是呀 首先你不要再幫她做事 我已經準備離開了 之後我們就找個地方 走開走, 散散心 我們回來之後, 再重新開始吧 你知道的 你知道我是最喜歡你 如果不是, 你沒有自有事 我都不會幫你 這個世界上 不是只有每個動作對你好 你還有我的 是嗎? 這場片我買來是想鼓勵你 你可不可以 給自己餵我嗎? 你不會讓我去做 我看你 你這隻螢幕真有力氣 破頂之後又破頂 現在全香港市民說 握螢幕就比握黃金好 手上沒有一兩手螢幕 吃飯都吃得不舒服 惡笑你的上業也不差, 升了一倍 我們這張照片值錢吧? 對了, 你們有沒有訂了 什麼時候交收西木酒店? 不知道, 或者九七之後發? 這麼久?但不是已經受快交收了嗎? 那買你們股票的人會不會… 會, 每個人都賺大錢, 接提判你 老闆, 下面有些文件要你簽 我還要簽 現在我們公司的股價升了那麼多 過兩天, 你幫我有一班Banker出來見面 我要收購全香港最大的保險公司 康槍道歉 用公司的股票抵押給銀行 拿夠錢出來, 就不怕沒錢了 印股票, 頂多是少許印刷費 不需要成本 聰明, 你用虛假交易的有利消息 把公司的股價推高 你只要叫兇收肚子, 無本生離 人就是這樣, 不貪心怎能賺到錢 但最終貪自得貧 看來這些錢, 都不是我賺的了 我今天來, 是正式通知你 這麼多事, 你這樣跟我說話 道不同不相為謀 或者你之前說得對 我不應該那麼容易相信人 我不知道再相信不相信你 也不知道怎麼做你朋友 這次你這樣對我 我會懷疑之前 你跟我說過的事, 全部都是欺騙我 就算你打官給我開股票行 也是另一個目的 既然是這樣 我不想再玩這個遊戲下去 我會說的話, 就是這麼多 好 順便通知你一聲 晶晶會和我一起走 稍後他會回來正式提出職訊 你和他走? 是, 我以後會照顧他 我們的事不用管你 這句話我和你說才對 那天在醫院裡, 你推了阿Loon 眼尾都沒有受過晶晶 但是, 你既然做了決定 你才想得真正有多深 你令他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我沒有再給他傷心 也沒有再給你傷害他 從今以後, 我們三個人各行各 我交下了香港的事之後 我便會同情去美國 你給不到他的事, 我給到 我要令他快樂 我要令他做回正常人 能夠令身邊的人開心 真的很難 如果你真的可以令他開心 你儘管去 我想你們需要錢 不用 我們不想再跟你有什麼瓜葛 我不想瘡瘡臨起來 一秒也不想 我們永遠會離開你 不要再找人 1982年5月 接替麥理豪的新任港督尤德正式導任 隨著1997年越來越接近 中應上放咒香港前途問題 展開正式談判 香港市民對前景未明, 人心虛脅 香港股票和樓市開始出現暗湧 有回落的趨勢 1982年8月 香港土地價格大幅回落, 震驚市場 四天之內, 股市急錯百分之十六 出現小型股災 而其中盈目集團股價也應聲下跌 一天之內, 跌幅超過二十% 由二十元, 跌至接近十六元的新低 是 你今天經常都沒發聲 公司的股票跌得很厲害 沒事, 公司的事你不用擔心 早前你說要收購康章保險公司 要花很多錢, 是不是有問題? 沒問題, 收購進行得很順利 榮先生, 莊先生來了 老闆, 這麼晚找我有件要事 有件事我想請示你 入市房談 老闆, 我們公司的股價跌了兩成 之前借給銀行的股票跌了價 他們叫貿易, 要我們還一千萬美金的差價 如果還不了的話 就要一次過還好所有之前的債 我也猜到他們會這樣做 但沒想過這麼快 他們說是董事哥決定, 誰都無情說 我們看槍那件事還沒完成 那些錢是壓住在那裡 如果真的還不到一千萬美金 這件事爆出來的話 人們不會覺得我們周主不來 骨牌效應會拖累公司的 骨牌, 骨牌效應 這次我一樣很有信心 保持一千萬美金 找太益才沒有 這袋花膠和魚翅是你的 這袋東菇和瑤柱就給你這幫手足 好, 謝謝… 坐吧… 你嚇什麼? 這次有項生意給你 對不起, 我現在還不了錢 所以貸款未必能批給你 不是吧? 臨沙馬走了之後, 你坐正的 你想想我嗎? 不是, 真的 早幾天而已 總公司派了一個人來 坐總經理的位置 現在的規矩不同了 正所謂今時不同往日 以後所有貸款都要經他親自批 怎麼這麼厲害 進來吧 總經理, 這位是盈牧集團的莊大器先生 這位是我們的總經理, 尖差先生 你好…叫Hugo行了 那你們慢慢聊, 我先出去工作 好 這裡有一點意思 慶祝你榮升成為香港區的總經理 謝謝, 幫你低收回他吧 對了, 莊先生, 找找偶使人 是呀 我打算有些生意益你 所以想跟你談談而已 好, 麻煩你出去拿一份表格 填好他, 帶齊了文件上來 我看完之後就會好好處理 好…我回去準備一下文件 你跟老闆的數目算好了 好, 我會看的了 你真的要走? 曾華的首尾, 下個月我就飛美國 老闆, 外面有位先生找你 錢先生, 很久沒見, 收下地級 千差, 你什麼時候從泰國來香港 都來了幾天了 我這次來其實想問關於榮木和事 你會幫我的吧? 老闆, 這份是中邦給我們的文件 裡面清楚列明, 千差新上任之後 泰國總公司新設的守則和規矩 千差這個人, 我搭你的袋約他吃飯 落盒通通都不到, 又不回覆機 吹了這麼大的鼻子 今天銀行又打電話來 跟我們說三天之內 一定要填上一千萬美金的差價 近幾天的股市又不斷在下跌 停在那邊, 我想看清楚這份文件 錢先生…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我剛剛去你, 你就在帳樓找你 資源說你來這裡買東西 我就試試來碰你 你又想怎麼樣? 你之前在榮木做過高層 一定知道榮木和體益借錢的事 你當你幫幫我吧, 我知道要更多詳情嗎? 我不是跟你說了, 我真的不清楚 不如這樣吧, 你走去哪裡? 我陪你走, 誰走誰說 老闆, 阿俊 你打算要去哪裡? 難怪千差不回覆我們 阿俊這個反骨仔, 會不會想起你飛腳? 和條款寫得很清楚 只要總經理不是公司 但是, 副經理也有權批准這一筆貸賦 想看一筆這筆錢給我們 不然沒有辦法 你和我去找一個人 錢先生, 錢差, 我稍後見過客 晚一點就不行, 再跟你見面, 好不好? 不好意思, 用來總經理去見客, 不在這裡 又不在這裡? 打電話吧 我先回電話吧 好, 隨便 喂? 總經理 總經理, 盈牧集團的大老闆榮先生來了 他想我們馬上批出一千萬美金的貸款 那我應該怎麼做? 不要批評任何事 一個小時之後我會回來公司 所有事都等我回來再說 是 怎麼樣? 不好意思 總經理說他會一個小時後回來 不如留一會兒吧 我有些生意借貸的事想問一問你 好, 我就等他一個小時 過了一個小時了 老闆, 你打電話他也不回覆機 你不要走 我為什麼不能收? 走開 其實千差不是那麼弄我 我看過你們公司的部分是檢查 新規矩其中的一項 就是總經理不在這裡 你這個副經理 是有權批核公司的貸款 那豈不是批凍他們 太好了 昨晚凌晨時分 有大埔的村民 在流水村附近的招林裡 發現一具男性屍體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 初步證實死者是一名年約四十歲的 泰國籍男子, 身分死因不明 警方暫時作屍體發現案處理 千差… 找什麼位子? 你是不是錢永俊先生? 我是 錢永俊先生 我們查到最近你和死者千差狼得好 你問我什麼?你們在談什麼? 我以前曾經在盈牧集團做過事 他一直追問我 盈牧和他公司借貸的事 但我真的不知道所有人沒回答他的事 那他最後什麼時候聯絡過你? 昨天下午三點左右 他說要見客, 約我五點見面 但阿膽結果沒有找我 之後我打電話機, 但他沒有放我機 三點?你知道他當時找什麼嗎? 不知道 根據我們初步驗屍的結果 死者在昨天下午四點左右遇害 而在同一時間 盈牧集團的老闆榮木彤 跟他的下屬莊大喜 想去公司找他批一筆貸判 是嗎?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千差跟我說過 他身上任之後 太益的所有借貸項目都要經他審批 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他不在, 那副經理就有權批 榮木彤一想太益, 千差就出事 怎麼會這麼困難? 我們懷疑千差的死, 跟這個人有沒有大關係 你信不信他? 前兩間無意間見到這個人跟莊大一見過 喂? 喂?老闆, 你有沒有看新聞? 千差他呢? 我剛剛看見有什麼要回公司才談 榮先生, 外面有警察找你 桂木彤, 我想不到你為了錢 連人都敢殺 千差是你認識的 你做人怎麼可以這麼冷卻無情 不仁不義 反骨仔, 一直以來我對你這麼懷疑 你現在跑來罵我? 我只是說出我見到的事實 你哪一眼見到我殺人? 你有什麼證據證明我殺人?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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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沒有殺人 但你對我是事實 不仁不義, 那個是你 我珍貴, 你看你 我跟莊大一見 你剛才還是別人 前來是你 可悠閃 Project 我跟莊大一見 而且你今有一個正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